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该游戏的两款DLC呢 有一定的优惠 DLC 东方帝国成吉思汗 12元 在该DLC中 玩家将从一名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开始 训练并培养一小群战士 建立联盟并明智地选择战斗 支付对手不足 统一蒙古国 然后对西夏 花拉子摩和金朝等大国发动全面战争 亲身体成吉思汗非凡崛起的传奇 另外大部分游戏还更新了DLC 东方帝国三国 27元 玩家可以在26个阵营中选择一个 扮演三国中诸多的猪猴角色 或者是趁乱余力的蛮蚁或强盗 在南至越南到中国北方地垂的辽阔区域内 试图重新统一这片土地 建立新的王朝 并且该DLC中加入了大量历史上和三国演义小说中重要事件和真实人物 喜欢三国题材的玩家不要错过哦 超级经典的点击式解密游戏《鸡血迷城》 一周特会平时第9元 想必不少玩家在小时候都已经玩过本作 该游戏发布于2009年 是由7位捷克程序员用自己的积蓄独立开发 已经发布后广受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鸡血迷城》游戏过程中没有任何文字提示 所有的信息的传递 包括解密信息和故事描述都采用图像方式 这个特点一直延续到开发商的后续作品中 包括后来的《植物精灵》《银河历险记》系列 以及最近比较新的《毛线先生》和《朝圣者》 《鸡血迷城》讲述了一个机器人进入《鸡血之城》 解救女友破坏了邪恶机器人企图用炸弹炸毁城市的计划 并把他们送入了下水道 嗯好了剧头完毕 横版动作游戏东方月神夜 特价促销平时低46元 近日该作更新了原生代售价28元 收录了当前版本的一共26首曲目 本作是以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著名的东方Project 为原作的二次创作游戏 讲述了主角突然被红魔馆的吸血鬼 送往了与幻想相似而非的异世界 游戏采用了类似恶魔城的玩法 并且在游戏画面上拿表现的非常出色 如果你是东方Project粉丝 或者是喜欢横版动作类游戏的玩家 都强烈推荐本作 同样是横版动作游戏的魔塔猎人 特价促销近实力43元 本作近日刚刚结束抢先体验阶段 推出了1.0版本 该版本追加新基础武器套路 武士刀 又有两个特别的武器技能 追加了一套新的服装和新的发型 同作新手指引关卡 以及修复了一些bug 魔塔猎人结合了rogelike 加日本动漫两种元素 说人话就是娘化后的死亡细胞简单版 本作的优点部分来自于主角可爱的人设和换装上 并且在持续一年的更新后 招式打击感和优化都有不错的改善 但是关卡和随机元素较少等问题仍然存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导游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绑1YX机械技 售卖75折 Steam充值卡特高折扣CDK的淘宝店和微信小车